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犯这种错误呢 反正 反正我是无意的 无意就更不可能了 跟做数非提议一样 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错误答案相同了 别人就会怀疑你是抄袭知道吗 嗯 那 现在怎么办 重做 不管多晚 今天必须发出去 现在来不及呀 来不及也得做 你这是怎么了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我突然想起来 医生跟我说 我可能会残疾 要真是那样 我就完了 工作肯定是找不到了 也没有女孩愿意嫁给我 孤独终老 郭亮 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怎么能这么悲观呢 医生说的是可能 不是一定 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不是张口闭口的什么 完了孤独终老的 没用 残疾怎么了 这话我就特别不爱听 残疾也只能说明 在某些方面有缺失啊 但我看来啊 就和有些人近视 有些人耳背是一样的 不能否定他们身上其他的优点 就比如说你郭亮吧 我就觉得你人挺好的 人长得帅 又孝顺 还温柔体贴 肯定会有女孩子喜欢你的 是啊 谁要是因为这个 歧视你 我不用自卑 他肯定在情商上不如你 是吗 行了 别找 乐乐 一会儿我帮你把车骑回去 再把你把车开回来 你慢点儿骑啊 你也是得危险 行了 知道了 好窝心哪 窝心 窝心是什么意思 窝心你懂不懂啊 就是感动 嗨 你能不能说点汉语啊 我听不懂 嘿嘿 行吗 多亮同志 别别别 行行行 我不这么说了 嘿嘿 其实呢 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 雨晨 已经把你和你家人的情况 都告诉我了 说你父亲为了给你治腿 挺不容易的 所以呢 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要等你健健康康完完全全恢复之后 才让你离开 而且 从今天开始 我绝对不会收你一分钱 好吗 真的 太善良了你 乐乐 哎 郭亮 你腿没事儿啊 你看你什么都没福都站起来了 哎呀 哎 哎 郭亮 郭亮 啊 这儿 不是不是 上个一点 不是 是 怎么了 啊 是不是又出错了啊 没有没有 我跟他们说点事 没出错 哦 那就好 哎 都十二点多了 该吃饭了 你们怎么不吃饭呢 哎 老板 我们马上就去 哦 对了 您又吃点什么呀 我老伴啊都给我装好了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呢 秦总 您老婆对您真是国宝鸡待遇啊 哎 还真叫你说对了 你猜我老伴跟我怎么说 你的身体啊 比不上年轻人 他们吃点垃圾食品没事儿 你可不行 哎呦 老板 您还让不让我们吃饭了呀 哎呀 放下其他工作 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晚上又得加班了吧 应该是吧 我陪你们 哎 哎 你怎么搞的呀 我怎么了 你是故意的吗 没有啊 凭什么说我是故意的 这么简单的错误 你都能犯 不是故意的 谁信呢 得了吧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受宠 特别受重视 自己特别开心啊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怎么都是我的错 他怎么之前不审 让人家看出来了 把责任全退给我 哎呀 亏梁姐先前还在头面前 帮你打掩护 你自己捅的娄子 到现在还不领情 我不领情 那你领情你干呀 一切都给你干 这下行了吧 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 像个小伙伏似的 早一点 哎呀 怎么了 是你 我怎么了 回来拿点东西啊 哎 嗯 怎么搞的 没事 嗯 谢谢 别客气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两个以前都是同事 虽然你对我好像有点意见 我对你也没有什么意见 再说了 就像我们这种小职员 怎么能对上级有意见呢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我觉得大家都是人哪 为什么小职员 就不能给上级提出意见呢 大家都有缺点啊 对不对 道理谁都懂啊 只是到了现实 谁敢这样啊 为什么不敢啊 我就看不惯办公室这种风气 有些人哪 就拿着那么一点点的权力 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伟大的样子 就可以把下级播当人 还拉帮结派的 当自己是谁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你主管对你不好啊 你怎么知道的 他有什么错 都推到我身上 我推给谁啊 我就知道是他 别看我以前老跟他过不去似的 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他一样 其实我告诉你 是谁最假的 他最假 对上级是一个样 对下级又是另一个样 我见识过 你告诉我 他怎么整你了 有什么办法呀 他是我的领导 他的手下只有我跟韩乐 韩乐一直在讨好他 韩乐有错他不会怪 只会怪我一个人 原来我跟韩乐还是好朋友 现在韩乐也敢训我 我觉得韩乐那小子是比你懂事 他有梁爽撑腰 你有我 你 我会有办法的 我保证让你扬眉吐气 哇 又是我爱吃的 太好了 我突然发现你特别好伺候 跟你做什么你都说好吃 怎么这么做 来 尝尝 好 怎么样 特别好吃 就是有点辣 这个季节吃辣可不好 容易上火长痘 吃这个吃这个 我就爱吃辣 从来不长痘 不信你尝尝 真的特别好吃 我不吃辣的我怕长痘 那你吃 尝尝 好不好吃 好 好 你等着 来来 滴水 你怕辣呀 怕辣你还带这么辣的 好点没 我是上次听你跟吕教练说 想吃麻辣烫 不然我会买这个吗 这不是你爸做的呀 不许 Dodi 區 你不想吃 你不会继续 也不 deix 你快趁热把它喝了吧 太饿心了吧 不行不行 拿去喝 太装了 真是不行 乐乐姐 快来 过来 这个呢 是送给你的 给我的 你不是说好久没骑心里痒痒吗 这车真棒啊 乐乐姐 我 我该怎么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怎么样 喜欢吗 李教练 快快快 过来过来 看看乐乐姐送我的新自行车 怎么样 大量吗 挺好看的 可是 我能骑吗 肯定没问题 骑自行车呢 可以帮助锻炼你的平衡 而且对你腿部的恢复 有很好的帮助的 是吗 那我试试看 好啊 试试 李教练 来 慢点啊 慢点啊 小心 走喽 走喽 来 李教练 你该怎么样 慢点 好 我说没问题吧 可以啊 怎么样 我说没问题吧 那是谁啊 对 喂 二舅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半天了 我问你那男的是谁啊 一 一 一个会 会员 一个会员 你看你那出息 还接不上了 有那么简单的会员吗 乐乐怎么不带别的会员 骑自行车玩啊 二舅 你就别搅和了 姑娘她人挺好的 挺受伤了 在我们这儿做挥布 乐乐也是出于同情 骑自行车 的确有助于她的恢复 看你骑驱那样 这二就是过来的 这一看就不正常 乐乐呀 大大咧咧的 这男孩 她手怎么搭在乐乐肩膀上 不下来了 不是 你看 二舅 你想多了吧 她一条腿不方便啊 待一下 正常 正常什么呀 这时候了还帮着情敌说话呀 这什么时候了 这什么 什么什么时候了 这这这这这都火烧没梦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 你不出手我出了 喂喂 拿住 走 娘 怎么是您啊 您干嘛这么猛啊 我不是啊 您没看见 我们这儿猎骑冲啊 玩儿就 她没看见啊 我看见了 她不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 慢点 慢点 救我 救我啊 拿着 拿着 小心 小心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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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感觉吗 刚才有 现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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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有 还是没有啊 等等等 不行 我看呀 赶紧去医院吧 会不会苦折 不是 那您恶不恶心 不不 不恶心 不恶心 那我看见还是去医院吧 这么多 我开车带她去 到医院 再去做个毕钞 赶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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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做个毕钞 二舅 干什么呀 采购来了 顺便把你的残局收拾了 那你该忙什么 忙什么去 你别 忙什么呀我忙 你怎么这么窝囊 我怎么告诉你的 该出手事就出手 你走不走 我说你呀 你这个人就是 你不走 我走 快 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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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科的医生 请到二号病房 那科的医生 请到二号病房 那科的医生 怎么还不出来啊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再等等吧 出来了出来了 怎么样 没有骨折 放心吧 没事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谢天谢地 那我们回去吧 回去吧 我还以为很严重呢 没伤到骨头吧 是啊 还不如骨折呢 你为什么这么说 这样就可以在你那儿 免费做康夫了呀 闹了半天 你是想长期赖在我那儿 不走 是吧 这可是你说的 那好 吕朝 你把他给我从这个楼上 推下去 遵命 遵命 别别别 我走 我走 我家 走吧 乖乖 知道了 记着白天不要太紧张 也不要太着急 那样会容易失眠的 谢谢李大夫 你可以叫我治疗师 或者是小李 好的 下次再见 再见 来 忙完了吗 小心一会儿 好啦 你怎么能打开我呢 喂 怎么我一想起你的时候你就上线了 我怎么没感觉啊 因 但心贴着心的时候产生共振 就没感觉了 你什么都有的说 今晚请你去看电影 我加班 加班加到几点啊 不知道呢 那总得要吃饭吧 吃饭我比较有兴趣 吃什么 我来安排 好 拜拜 拜拜 阿姨好 乐乐在哪 在里面 阿姨 您来了 你吃饭了吗 我还没吃呢 我正打算去买点饮料去 买饮料吧 嗯 李成 咱们这是养生馆 养生馆靠什么赚钱呢 靠养生两个字 你能乐乐要是在这馆里面 在里面喝碳酸饮料 吃披萨汉堡的 那快要是在这馆里面 顾客就会怀疑咱们的专业度的 对对 你是养生方面的专家了 得多提起提醒他吧 反正不是外人了 走吧 我跟你们俩有话说 阿姨 您先去 我还是去买点饮料 还去买饮料啊 我刚刚话都还说呢 我 我不去买饮料 我是买报纸 买报纸 阿姨 您先去 我马上会了 这是什么啊 螃蟹 看起来很好吃 快吃吧 乐乐 妈 你怎么来了 伯母 你好 你坐下 不用起来 等我吃 我有话跟你说 那说呗 不太方便 我先走了 你走了 不太方便 你们聊 不用 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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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 你故意的是吧 你以为你长大了我管不着你了 我故意什么样 我又没做错什么 倒是你一进来就垮着脸 给谁看呢 我还见垮着脸给你看了 小伙子 今天 阿姨有什么话 我听着不顺耳 先说声对不起了啊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想你应该知道 乐乐和李诚是什么关系吧 妈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你跟她说干什么呀 再说了 我跟李诚又有什么关系了 你别乱下结论好不好 李诚的二舅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她看见乐乐跟一个 男孩在一块疯疯癫癫的 感觉很不正常 好呀 越说越厉害 不管怎么说 作为长辈我要提醒你们一句 在男女的生活问题上 不要让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啊 有什么闲话好说的 我们又没干什么 本来就是嘛 你和李诚也已经在谈恋爱 你怎么还成天跟其他呢 还都疯疯地在一块 成何体统啊 这儿 正让李诚看见了 心里怎么想啊 吕成 你到底跟你二舅都说什么了 我妈这么说话 我什么也没说 是你们俩 我们俩 我跟谁啊 你跟梁诚不是跟阿姨说 我是你男朋友吗 他老人家进行怎么这么好啊 人家旅行条件多好 多本分的孩子 而且身体又这么健康 你们俩在一块是再颁配没有的了 你要懂得珍惜啊 妈 一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 首先关于我和吕成 我们从来没有跟您说过我们是在谈恋爱啊 希望您不要再一厢情愿的这样子 这对我和吕成来说都有很大的压力 再说了 目前我是她的老板 她是我的员工 私下呢 她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好哥们的那种 就这么简单 那人家吕成的二舅也是出于好心哪 怕你们事给搅黄了呀 谁搅黄了 就是您 还有她那个二舅 这些赤毛的撑着没事干的人 才东猜西想的干这种事情 我的错 本来就是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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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 伯母您别生气 我知道您是威乐乐好 还有您放心 我不会影响他们有意的 那就好 以后请别来了 好 爸 您这是什么话呀 再怎么说她也是我的客户啊 对啊 我知道 咱家还不缺这个钱 把钱退给她 请她到另外的养生馆去 不行 你无权干涉我的经营 我无权干涉你的经营 是我投的字 你不要搞错了 我告诉您 乐乐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还就收回投资 您收回吧 那我就正好不干了 我就满足你的心愿 结婚嫁人 好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希望快点 快快快 旅程来 我就是希望这样 太好了 郭亮 我就要嫁给你 我不嫌弃你穷 也不嫌弃你身残 我就要嫁给你这种 在困难中乐观 在生活中无比坚强的人 你 伯母 好 好 好 你 你气死我了 玉成 玉成 来 哎哟 你气死我了 忘了最终 心就死了 郭亮 我一定要嫁给你 我不嫌弃你加穷 也不嫌弃你身残 我就要嫁给你这种 在困难中乐观 在生活中无比坚强的人 叔叔阿姨来了 走 我说儿子能行吗 哎呀 要看他治好多少病人 不能看他人多少 哎呀 我在网上看了 儿子的年纪率很高的 说什么啊 说什么呀 基本上全是垮儿子的 说他耐心引导 什么不厌其烦 还有一个人说 在大医院静开跪的药 还看不好 到这来一个月心里输到以后就好了 真的 儿子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 你们是李医生的父母 对对对 我就是看了他在乐意杂志上的文章 才慕名而来的 哦 我也是看了他照片觉得特别帅 就是照片太小了 看不清楚 所以我就亲自来了 那个问题呢我们下次再拍了 再见 儿子 嗯 李医生真是你表人才啊 路过 路过 你爸关心你吗 有话里面说吧 进去了 你忙你的去 外面还有人呢 你就别管我们了 你忙吧 我们走了 那好吧 那如果有事的话 我回家的时候再说吧 好 你好啊 你要好好干 真做的好坏全靠你自己了 嗯 你可不要觉得眼前满意了 你就觉得过得去 你以后的路还很长啊 变数还很多 不过身体还是要紧的 不要太疏忽了自己 说白了 这生意上的事是身外之物 对你来说 要把更重要的事放在手上 哦 对对对 成家就是更重要的事 我是那个意思吗 嗯 儿子 成家跟李医叶哪一样都不能少 再说了 结了婚以后就有人照顾你了呀 嗯 好好好 呃 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再说好不好 你看 外面都等着呢 哦 哦 好好好 哦 我们回家去 好好好再见 儿子我们等你回事了 别忘记哦 再见 再见 再见妈妈再见 下一位 黄小姐到你了 哦好的 哎呀 真是不错啊 是啊 干得真不错啊 还挺好的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 你们好 嗯 你们是来找李好的吧 啊 对对对 嗯 你是哦 我是爱小方 是李好的嗯 朋友 哎 哎小方 我们好像没听儿子说起过呀 是吗 大概没提起吧 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 啊 哦 啊 啊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你们的儿子有多优秀吧 哦 有多优秀啊 很优秀的 我啊 所有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而且啊 那些去他那儿看过几次病的人呢 都说他是医术医德最兼备的好医生 啊 世界我不敢说啊 国内肯定是第一楼呢 啊 我早就说了 我们的儿子是很优秀的 哦 还有啊 我是第一个支持他开诊所的人 也是第一个 在杂志上给他最好的版面 来支持他事业的人 啊 那你是什么杂志社呀 哦 我是乐意杂志社的社长助理 哦 谢谢谢谢 哦 叔叔阿姨 李浩大哥还没有跟你们说 我们 早就认识 早就在一起了 啊 他 比较难为情 所以 暂时没有说 哎 是啊 哦 对对对 他很害羞的 哦 真的很抱歉 不好意思 今天打扰你们了 好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 啊 那你忙 你忙吧 啊 你忙 你忙 再见啊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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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哎 停一下 哎 我看着不错啊 什么不错啊 那女孩啊 是朋友 不一定是女朋友啊 哎 你别说啊 她长得很有老板娘的气质啊 哈哈 哎 明天啊 我约她上我们家来一趟 这能不能做我们家的儿媳妇啊 也不是我儿子说了算的哦 你说我们是朋友 普通朋友 你是故意说的很暧昧似的 是吧 没有啊 没有暧昧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 要不是你付了钱 我绝对在门口贴一个告示 以后不允许你踏进这里半步 把戏呢 我是有的 但是给谁用 到底用不用呢 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所以啊 你最好从现在开始 不要让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 要不到时谁治谁 还不知道呢 我跟她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对呀 就是嘛 我已经告诉你不要管她 她不能惹她 我不跟你讲了 挂了 对啊 我有急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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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再打给你 好好好 拜拜 你怎么了你 坐好啊你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没醉 我 我暈了 你没醉 你怎么会一个人去喝酒啊 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人去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平时要么跟我去 要么跟欧乐乐去 现在排除了我 那还有谁啊 你额头上写着失恋两个字 欧乐乐也可以排除了 你不是一个人去 还可以跟谁去 你告诉我 你知道吗 我那块酒还特别贵 就是 给你倒杯水了 我不喝水 我不喝水 不喝水 水不是倒给你喝的 是因为泼你的 我告诉你 是 小脑发育不良 妈 我 我 我一会再打给你啊 对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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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脑发育不良 你还要活我 好 喂 您好 妈 妈 您怎么都打到这儿来了 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 我很忙 对 叫我吃饭 跟他我不去 对 我真的很忙 我 我这里有个很严重的病人 特别严重那种 对 要自杀那种 很严重 好 明天也不去 后天也不去 就这样 我有事 挂了 好 拜拜 怎么了 杨小姐刚才打电话 说他已经下班 马上来找你 好的 那你等一下走的时候 记得把炸拉了啊 好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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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正面上一 jazz 魯佳 也好 你就别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周人要有穷人的态度 看你这措辞 你这态度 我 como啦 走吧 别耽误时间了 要不入校就堵车了 放手 我可没说要去 你要去你自己去吧 去嘛 别耍小孩子脾气了 这么知道 走 走 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跟他什么都 你忙你的 再见 你 老头子 你看小枫多能改啊 菜烧得又快又好 是啊 是不错啊 是是是 叔叔阿姨啊 可以吃饭了 好 那你赶紧降雨好下来 我去降 不用不用不用 我来降 我来降 好好好 谢谢你啊小枫 还是他去降 还是他去降吧 谁允许你进我房间了 你别以为我建你们家厨房 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的了 那 你说你是什么居心呢你啊 我是一片好心嘛 我想让你爸你妈认定我是将来的儿媳妇 我不会让他们老人家失望的 我爸我妈不了解你可我了解你 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痛快说出来 我没有想怎么样啊 他们在等我们吃饭呢 快点出去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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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还在演戏啊 你 你恶不恶心啊 你到底出不出去啊 我告诉你 要是你再不出去 你干嘛你 我现在就一件一件一件 一件一件一件 你尝尝这个 是阿姨教我做的 小枫很聪明的 一学就会 阿姨我跟您比啊 还差得远呢 以后啊 要多多来这里 向您请教呢 好的好的 下次我叫你做那个 红烧狮子头 嗯 李好啊最喜欢了 对对对对 他常常跟我一起吃饭啊 都一定要叫狮子头的 我 不过啊 他每次都说 不如家里面做得好 对不对啊李好 好好你怎么搞的 怎么魂不守舍的 这就是吃饭就吃饭 在想什么事情啊 来小方 来吃啊 好 你们别客气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好好好 我想啊 他一定是白天在诊所里面太累了 你们知道的 他常常都要一直不停的 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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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样子 不吃了我有事先走了 哎哎哎哎不行 今天再有天大的事也不能走 特要紧的事我必须走 坐下 坐下 淡定 淡定 我必须以其人之道 还指其人之身 哎呦 小方 吓着你了吧 对不起 我不是冲着你啊 叔叔阿姨 不管你们的事 是我今天不应该来 谁说的 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呀 小方吃饭啊 但是他好像不是很欢迎我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哎 对不起啊叔叔阿姨 不好意思 我走了 哎呦小方 来坐下 坐下坐下 坐下 吃饭啊 对对对吃饭吃饭吃饭 哎呀 爸妈 你们都被他骗了 行了你 你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 我们难道没有爱过吗 天哪 你的吸引得也太好了吧 你看 我爸妈这种老江湖 都被你骗过去了 真是 哎 你好 你好 哎 这孩子 别哭 小方 你可千万别计较 他不懂事 我们会骂他的 是啊 别哭啊 小方 叔叔阿姨 不管你们的事 我知道 是他变了 他自从认识那个什么什么人之后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他认识什么人了 一个女人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只要叔叔阿姨你们不讨厌我 我一定会努力直到他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女人 早餐在门上 早餐在门上 老头 嗯 老头 嗯 老头 你看看你看看 这谁送来的呀 怎么回家 你看 不知道啊 问问梁耀吗 梁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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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有的吃了 妈帮我把那个打开 你倒不跳啊 有的吃又行啊 跳什么 我是问你 这是谁送来的 我怎么知道 你别再跟我装了啊 吃吧 没有毒 我是说这做好事 为什么要背地里做呢 雷工吧 有可能 你真不知道是谁啊 你别这么看着我 真的不知道 我不吃了 我饱了 我们上班去了 爸 爸 我走了啊 再见 走 老头子 你看看这孩子 我跟你说 别瞎作心了 他要想说 早就跟你说了 我能不操心吗 我跟你说 今天这早点 肯定是那个男孩子送来的 你看 早点袋子里发现的 这写的什么呀 HL 这 什么意思 肯定是那个男孩子送来的 不是别的 我是怕这孩子对感情不相信了 那倒不至于 咱们的闺女啊 没问题 你没发现吗 现在肯定是有人追求她 你看她早点她也吃了 也吃得挺香的 你 我看你呀 你都快神经了你 我告诉你啊 我早晚得让你给我气出神经病来 真是的 我又想了 我看你也听我说 你 我一切都竟然 想识 要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